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Automate 歡迎回來終生代模組 今天呢我們要繼續上一集所說的 讓我們的恐龍進行進化 那老頭呢使用了時間加速的這個指令 把我們這個 這什麼東西 把我們這個 恐龍的年齡呢 激增到了243歲 所以說呢 他待會只要丟了我們這個毒血液 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直接進化了 然後呢這個是AGE是年齡的意思喔 上一集老頭說錯了不是AG 因為他是一個AG他是一個蛋的符號 蛋的圖案嘛對不對 所以說老頭呢就不小心會錯意了直接就以為他是一顆蛋 其實他實際上是年齡的意思 我的英文老師呢要從後面剛 不是啊我的英文老師呢要從後面揍我了 他非常的不爽 雖然我已經忘記我的英文老師是誰了 好不好 那麼呢這一隻一樣齁 也是但是他要200歲喔 我現在只有186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 好沒關係 在這之前呢我們先設法讓我們這隻進化看看好了 好不好 我們這邊應該有材料 我們有我們可以直接讓他進化 在進化之前呢 把鞍抽下來 不然待會又不見了 來 很想要把他帶到別的地方進化 算了直接在這邊進化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應該算他的第二階段進化吧 我們之前直接抓他嘛對不對 我印象中好像是在沼澤抓的 然後 抓到之後就沒有去理他了嘛對不對 好吧我們直接讓他進化看看好了 來一半 好等他做出來 欸這些應該可以取走了吧 可惡這個蛋取不走 這個這個他直接也會直接吃掉 把一些重要的物資把他拿走 好尤其是大腿肉大腿肉非常的重要 OK這樣就好了剩下讓他給他吃 那準備進化準備進化 終於要進化了讓我來猜會是什麼顏色呢 一定又是紅色你信不信 絕對會是紅色不用講了 開始進化開始進化了 阿龜待會差不多要進化了 現在188歲 還差12歲再過12年 她就要進化了 來吧快點快點快 讓我看看你是什麼樣子 會不會是金色的呢 還是什麼顏色 結果進化變一隻嘟嘟鳥有沒有 呵呵呵 最好是啦 哇 What the 差太多了吧 為什麼進化變泰坦巨龍 OMG 你這個是跨物種進化吧 而且你這個顏色也太 卡通貼圖了吧 OMG 完全跌破我的眼鏡 這也太好笑了 真的是太好笑了 哇賽 你怎麼可以這樣隨便亂進化呢 你是跟 跟什麼東西做融合 還是你被 被什麼黑暗魔法 司法遭受到詛咒變成這個樣子 欸他不用按直接起欸 右鍵 地墮 左鍵 哇直接進化成這個 還沒有別的招式喔C鍵 C鍵放毒氣 OMG 可是走路也太慢了吧 那放毒氣欸 哈哈哈哈 這傢伙居然放毒氣 等一下等一下 哇這隻可以拿去打副本阿 還不錯齁 這寫多少阿 沒仔細看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一百七十萬 動作太慢阿 阿不過他轉換很快 他轉換很快 欸阿那就缺點移動速度太慢了 哈哈哈哈 天阿 喔天阿血條呢 血條開出來阿 好 我想要測試一下傷害阿 好前面阿龜看一下 欸他還可以跳欸 可是他只能跳很小一段而已這樣子 而且我突然覺得跳得比移動速度還快 是有錯覺嗎 左鍵 兩千多 右鍵 右鍵 盾地墮 一千六 C鍵 蛤 阿 那個拉 那個那個 雙擊龍射到我了阿 我想說我怎麼放個毒 我自己也中毒了 是怎樣 來這裡 一千六 阿這個毒氣會不會造成扣血的傷害阿 我沒辦法測試欸 因為這邊尻一下他就死掉了 對阿 他就只有這種傷害而已欸 好像會被毒死的樣子 看這隻嘟嘟鳥走進來就知道了 可是他不走進來 那我要幫你包圍 啊算了 哈哈哈哈 變成這麼大一隻 嚇死誰阿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再進化了有沒有 他的最終進化就是這個樣子 來給你吃個傳送門 好 反正你在這裡應該也不會死掉吧 你就乖乖在這裡好了 好然後這個毒氣持續好久喔 好然後這個被我壓死了 對不起 I'm sorry 我們再回去 阿發的GIGA GIGA南方 阿發嘟嘟GIGA 嘿 瞬間變成泰坦巨龍 太誇張了 我覺得到時候這隻變成什麼世界之蛇 我也覺得不意外啦 是不是 有沒有我們還差9歲 他就可以進化了 然後呢他要的是 不知道是什麼的蛋 然後蜂蜜 然後200歲 100顆心臟 我這邊是有啦 這邊丟進來 然後再來什麼 泰克飼料 這什麼 這是泰克飼料的意思嗎 要50個 我這邊有很多喔 那這個他上面有說明說什麼 使用之後 可以 馴服泰克的恐龍 這是 我們自己使用 還是使用在泰克恐龍身上呢 這個我不知道 我們來測試一下好了 我們來自己吃看看好 這樣可以吃齁 吃一下 果然是自己吃的 然後不會怎樣 這真的是飼料 這真的是飼料 不是召喚的 果然是要餵泰克 果然是要餵泰克用的 我記得工作台好像還有一個召喚物喔 我們來看一下 呃 還有一個召喚物好像是這一個吧 嘿 這一個好像是 馴服 殭屍飛龍的 或者是 阿法 的方塊 嘿 這個應該是拿來馴服殭屍飛龍的啦 因為之前我的殭屍飛龍好像是用強訓的對不對 我印象中我殭屍飛龍好像是強訓的樣子 這邊直接做出來一個了 這個方塊應該就是可以拿來就是 馴服一些 一些一般比較強大一點的 看這個也是飼料的一種 那我們可以先多做一點 到時候可以用 好不好 我們就多做一點好了 反正我們現在這邊材料非常的充裕 我們做10個好了 好就這麼決定了 做10個 好不好 有了200歲了 恭喜你200歲 又老了200歲了 然後把我那個材料丟進去喔 我那個蛋呢 該不會我那個蛋壞掉了吧 全部壞光光喔 我去撿那個蛋 讓他進化看一下 這個需要吧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這個蛋其實挺重的你知道嗎 不知道為什麼 他幾個蛋阿 75顆 我剛剛是不是做拉50顆阿 不夠 不夠不夠 沒有關係 再拉 早早直接拉100顆出來了 我這邊拉50顆 欸不用 75顆嘛 拉一半 就75了 好我們現在來看這隻進化體齁 終於歲數已到了 可以40號成龜仙了 來 來了 是誰 是誰 我 哇 Oh my gosh 真正的泰坦烏龜出現啦 還可以再進化嗎 不用安的 欸最終 最終完成體阿 千年老龜阿 我還可以在上面 這是免費的平台耶 不會被破壞喔 這是他的血 你看 打他會受傷 這個 這個泰克金屬跟他的龜殼連在一起的 而且這應該有保護作用喔 哇 這麼屌喔 欸這射他會受傷欸 那是烏龜受傷吧 欸是嗎 欸 欸是欸 哈哈 會受傷喔 會受傷喔 這個你射到這個泰克的這個會受傷喔 這反而是可以保護我們人類不受傷 有沒有喔 一個超屌的 欸 穿不過去阿 阿里鞋 哈哈 是假的是不是 算了不管了 超屌的 欸還有椅子是怎樣 等一下我看一下那個椅子 這椅子應該是給我做的阿 有沒有直接坐在這椅子上面 可是 你在看 我坐在那椅子上面 我居然腳開開 其實有點醜我覺得 喔靠超級神龜 OMG 咬 咬 咬不到 神龜 你的威力在哪裡 喔有了一萬一 右鍵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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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一跳嚇一跳 是甚麼 這甚麼東西阿 嘴巴炸彈 C鍵 C鍵沒有功能 衝阿 可是他媽走路也太慢了吧 哈哈哈哈 神龜神龜 欸我現在發現原來它 它是有一個龜殼在上面的欸 那這樣不就雙重龜殼嗎 好奇怪喔 我覺得它在雙重龜殼設計有點奇怪 欸那邊有那個 幽靈章魚 鬼鬼魷魚阿 不是章魚 走太慢了吧 為什麼這兩隻進化沒甚麼威力的感覺 都走那麼慢阿 可以跳 一樣可以跳 欸 這隻沒有C鍵 沒有C鍵 而且你不覺得它這個 平台蓋歪了嗎 有沒有 不覺得歪一邊嗎 攻擊 讓它知道我們的厲害 攻擊 打不到阿87喔 攻擊 我決定我要射它 有嗎 欸我不能騎 你在哪裡 出來喔 射它 射不射得到 射到射到他生氣他要來咬我了 他來咬我了 單挑 咬死你 淋白阿龜 喔 傷害還蠻高的 可是不太好咬 他攻擊還蠻高的欸 說實在的 死掉了 幽靈魷魚死掉了 拿到藍色的靈魂 靈魂死 好吧 有點鳥就是了我覺得 不過外型還蠻亮眼的就是了啦 有點小可惜的就是 就是 激動性差了點 跟我們的泰坦巨龍一樣 這兩隻進化都有點屌 不過就是整體來講 使用性我覺得很不高阿 你光是移動你就在那邊 推個半天推不進了 都有點可惜 好不好 好啦我覺得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阿 就讓這兩隻成功的進化了 本來想說原本那個工作台裡面那個 像泰克的那個飼料跟另外一個 搞不好可以召喚出什麼 結果原來全部都是飼料 就是我想太多了 好吧 今天先到這裡結束阿 如果喜歡影片的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後來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有機會繼續我們的眾生帶再見面啦 掰掰 主要訂閱 按讚 鈔